你把我放开 再这样下去 我会恨你的 你不能去 因为你跟我一样 咱俩都无能为力 可是 可是他们实在是太无耻了 我为他们感到羞愧 严芳 我理解你的感受 也请你理解我 就像那天抓你们那根中国人 我瞧不起他 宋道先生 请你原谅我 刚才我太失态了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呀 你没有失态 换了我 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要是所有的日本人 都像你一样政治善良 那该多好 没有用 他们都丧失了人性和天良 那你说 这是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 他们都丧失了理性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对 对 宋道先生 上次是你救了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不要感谢我 我的力量太小了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够得到我的帮助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对了 您叫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些吗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些吗 当然不是 叶芳 你等等 叶芳 给 这个对了 上次的药也多亏你了 这个是 当然也是药品 并且是危机的 你们的人是搞不到的 拿着 交给需要他的人 那些土匪王位的太阳 山下到处都有他们的埋伏 那几个弟兄都被打死了 那我不知道 多亏我跑得快 要不 我非断了他们的老窝不可 兄弟们 都在啊 呀 老小子回来了 老小子 哎 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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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小子回来了 是不是没地儿去 又回来找我来了 哎呀 察言说得好 这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老小子又有一天没有地方去 我也不会回来再找你呀 嗯 你个小扁足子你 刚走几天哪啊 啊 这翅膀就长硬了是不是 你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啊 你信不信 我一枪我敢崩了你 大当家的 啊 你没有这个胆 你连个小鬼子都不敢杀的人 你能杀得了谁 你说什么 今天我不是来求你 我是来救你的 双龙兄弟让我上山告诉你 小鬼子马上就要攻打龙凤山 他让你赶紧找个地方去躲一躲 躲躲 对呀 我躲一躲 要炸我的山 对呀 我说什么来着 哼 弟兄们 我说什么来着 这都是双龙给惹的祸知道不 上次就是因为他 打死两个小鬼子才把日本人 引进来炸我的山你知不知道 这次又是因为他 他躲进山里头 把小鬼子才引进来 我告诉你 这次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不明白 大当家的 你好好想一想 这事都能怨谁 上次少得挨欺负 二当家的处手打死了两个鬼子 要不叫二当家的 你能有女人吗 你少跟我扯这些王八毒 好 我不提 现在啊好几个柳子 都成立了抗日的队伍 为啥 不就是让小鬼子给逼的吗 你懂个屁啊 现在这东北全叫小鬼子给占领 你知道不 就靠你们几个人 就能把小鬼子给轰走吗 就他妈扯毒子 我早就跟双龙说了 你既然来投靠了我 你就好好地在这龙凤山 给我当好你的二当家的 你别去惹那些小鬼子 小鬼子好惹的吗 你一天你嘚瑟啥 咋呀嘚瑟 差点把命嘚瑟没了吧 大当家的 我就不明白 那以你的意思 咱们两个兄弟 让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 那是活该 那不活该又怎么着 那就是说有一天 小鬼子把你的山头轰平了 你也活该吗 你少跟我扯这些王八毒子 我告诉你 老小子 这次是我放了你和二尿子还有二鸭 那是我给你添大脸 你知不知道 要按我以前的脾气和现在的规矩 我早就把你们几个给崩了 趁着我现在还没急 你呀 妈溜达 给我滚王八毒子 去找你们二当家的去 听见没有 我是得走 但是我临走之前我要劝你一句 小鬼子根本没就把咱们当个人看 有一天他把刀压在你的脖子上 你会后悔的 你到山下去看看 小鬼子每天都在杀害无辜的百姓 每天都会把牵口对送咱们的亲人 何止是嫂子一个人遭受这样的凌辱 每天不知有多少兄弟姐妹死在小鬼子的牵口之下 大当家的 我希望你不要把牵口对送咱们的亲人 兄弟姐和妹 要杀你去杀那些小鬼子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我说完了 等等 我问你 小鬼子真要炸我们的山吗 我在山下蹦吵小鬼子探子 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 小鬼子是不是冲双龙来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明白了 小鬼子肯定是冲双龙来的 我又没惹小鬼子 小鬼子凭什么来炸我的山呢 就算我惹那小鬼子 小鬼子他赶来上我那嘚瑟了 吹呀他也 我清楚了 双龙已经下山了 这儿啥事都没有 我告诉你 我哪儿我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过我的安身日子 咋样 好 大当家 你就在龙凤山过你的安宁日子 我们走 我们去过我们不太平的日子 滚 你给我滚远一点 我告诉你 以后别让我老子见着你 听见没有 我来介绍一下啊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钟表店的老板魏大哥 他可是帮了我不少了 也是我双龙的好大哥 下面就请魏大哥给大家讲几句话 好 好 双龙啊是我的好兄弟 只要是打鬼子 你们个个都是我的好兄弟 个个都是英雄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多尼大叔 一会儿多尼大叔 要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现在请多尼大叔 给我们说几句话 好 好 老妹 你看 老哥 你说吧 说了 老弟 说两句 好 那我说啥呀这是 弟兄们 小伙子们 你们好 我说啊 你们可别以为我老啊 只要是一提打鬼子 我不比你们年轻而差 我告诉你啊 我这肩膜头 可有劲儿了 就这么出这白话说 我搂起了一扛 咱就走 快 你们信不信 不信啊 不信咱们现在到山下试一试 老哥 老哥 好 这老头啊 一提打鬼子 可来神了 我说老哥啊 咱们别在这儿过招了 咱们上山上扛去 把白瓜树扛起来 冷出去 砸扁的小鬼子 好不好 好 好 大叔 等咱们上了山 那你再给我们露两手 怎么样 好 咱们到山上再 再露腿一手 说了 兄弟啊 我有个想法啊 咱们这 人手现在 已经不少了 我有个建议 咱们成立他一支抗日武装 怎么样 大哥 我也是这么想啊 可是 我们的武器不多 武器的事啊 可以再合计 首先呢 是抗日武装 然后呢 再起个名号 兄弟们大多数 是东北军军人出身的 大家都知道 一支队伍 有名号和没名号 那可是不一样啊 出师得有名啊 大哥说得好啊 单思不成县 孤木不成林 大哥 你说得我们心里去了 我说一下啊 张喜忠连长 那可是 江武唐出来的 是一个 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 这个头啊 我们就 请张连长来当 你们说对不对 对 那可不行 我跟弟兄们 可都是笨你来的 你不当头谁当头啊 你还记得不 在邓团的时候啊 团长刚提拔你 你就被鬼子带走了 当时我就想 你小子 是条汉子 以后一定是个 当指挥官的材料 哎 你可别这么说啊 当时啊 要不是你跟大家救了我 哎 我早让小鬼子给杀了 啊 我欠你一条命 那 我当初为什么救你啊 就是为了 你带着大伙儿 打鬼子啊 大哥 别争了 我看你们俩啊 都够格 那就来个 一正一负 怎么样 行 好 好 你就别推了 弟兄们 让双龙当咱们的队长 同一同意啊 同意 好 状况所归啊 你就别推了 好 好 我就当这个头 而且是 当一个杀鬼子的头 好 好 好 可咱们这队队伍 他总得有个名号呀 嗯 是的有个名号 大哥 嗯 你见识广 你给我们起个名字吧 我看哪 双龙这个名就挺好 咱们就叫 双龙抗日山林队怎么样 山不在高 有仙则鸣 水不在山 有龙则鸣 双龙抗日山林队 这个名字好 对不对啊 对 好 好 院长 大哥 我的名字 简单了点吧 不简单 等以后队伍壮大了 咱们再改嘛 大哥 咱们得有面棋子吧 对 有了这面棋子啊 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 和小鬼子宣战 是得有个棋子 这整块布吧 啊 布啊 好说 你们先上山 这布的事我来解决 嗯 哎 我说啊 这布是现成的呀 咱们家有床单子 老婆子 快 把咱们穿单子拿来 哎 要好一点这 就这一个了 啊 你看 行不行啊 来 大娘啊 这就行了 啊 好 我说尿子 把刀给我 我虽然人不在双龙队 大鬼子 也有我一份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来 算我一个 还有我 我 黑王 小鬼子们 你们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 你们等着吧 你们等着吧 兄弟们 双龙抗上山里队 成立了 杀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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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次成立了双龙队啊 没有 有ade 杀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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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你 你 我们现在成立了双龙抗日山林队 以后 你得叫我队长 是 二当家的 你看 那边怎么样 大当家的说辞也不下山 他说鬼子乍山和他没关系 说和你有关系 他说啊 你一走了 这鬼子就不乍山了 就这么回事 不肯下山 那我们也得去救他 咋救啊 就这几把枪啊 再说了 我把好话说了三千六 他就是不打鬼子 你说怎么办 别救他 双龙兄弟说得对啊 既然是兄弟 他现在有难了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大叔啊 你带我们去山洞吧 好 等我们安置下来 我们就研究 对付小鬼子的对策 大家说对不对 对 看妈的 弟兄们一走 老子的斗志全全无啊 我这儿 有他风吹草动没有 团长 都现在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风吹草动 咱们呢 就给他卖孩子买猴 玩 玩 你常说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可你看看现在咱们这样 和软禁有什么区别 团长 我 团长啥 我算啥个狗屁团长 哭啊 哭啊 哎呀 我只要亲疼人两个 我是有有埋伏 有有病 你不要胡思乱想 心不定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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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抱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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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子 小野田君 ほら 新しい命の誕生だ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よし よし 報告は 報告は アー ア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走了以后啊 小鬼子让刘璐当了保安团团长 邓电云呢 只是刮了个团长的虚弦 邓团基本上让小鬼子给控制了 这么说 邓团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是啊 这也是 意料之中的事啊 以后的日子啊 会越来越艰难 你们可要格外小心啊 大哥啊 你那儿 比我这儿还危险 你更得小心 有什么事 让高阳赶紧通知我 大哥 你要是不通知我 那你可就不够意思了 啊 都是兄弟 虽然咱们人不在一起 可这心啊 在一起 是啊 大哥 八里香酒馆的老板娘 她好吗 还好 有一天啊 老板娘和燕芳 差点让那个刘璐 那个罕奸抓走啊 刘璐这小子 比小鬼子还坏呢 我会找机会 除掉他的 大哥 那后来呢 后来是燕芳他们医院 一个日本大夫 把他们给救了 日本大夫 燕芳说他是 日本人 但是 又是难得的好人 日本人还有好人 不见得吧 这个啊 还说不好 不过只有燕芳才能激进他 嗯 至于他是什么人呢 以后 会弄清楚的 嗯 喂 双龙啊 队伍成立了 将来有什么打算啊 大哥 我是这么讲的 首先 我们先要搞到枪 嗯 然后 再搞些粮食 只要兄弟们有枪 能吃饱饭 才能有力的打击规则 这都是急需解决的事 那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大哥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呢 是东北军出身 这山上有不少兄弟 也是东北军出身 能不能把这个队伍啊 带上像东北军那样 就好了 让弟兄们去掉一些土匪的习气和坏毛病 那这支队伍才像个队伍一样啊 啊 大哥说的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双龙队 绝对不能同意其他的土匪柳子 嗯 我们要建立一支 正规化的 抗人部队 说的好啊双龙 你这么说呀 我就放心了 来 把这东西还给你 给 不是 大哥 你这是 这是你的 城里双龙队了 是个大假业 用得着 啊 大哥 这些钱 你一点都没有 用了 结了我燃眉之急啊 现在凑齐了 还给你 大哥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大哥 你瞧 哎呀 都是兄弟 还说啥呀 以后 我需要的时候 我来来找你了 好好好 我收着 大哥呀 你回去以后 一定替我向老板娘问好 嗯 老板娘要是知道你成立双龙队 那可高兴坏了 他可恨肚小鬼子 那你跟老板娘说 我一定替他多杀几个鬼子 好 延芳好吗 延芳啊 也越来越成熟了 一天比天长大了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老阳啊 咱们走吧 老妹啊 你真走啊 滚大叔 你不歇会儿了 我不歇会儿了 好 我不歇了 弟兄们 咱们后会有期啊 啊 好 师父 走了 那我还没待够呢 有 那你没待着 你就在这儿待着 留下吧 下次吧 上楼大哥 快走吧 完了 再见 好吧 你待着啊 再见了 弟兄们 大哥 慢走 慢走 再见了 弟兄们 再见了 队长 保胜的那个事儿 咱们还是救还是不救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个人哪 嘴上说的 跟心里想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这嘴上说不救 现在又问到底救不救 你到底怎么想的 啊 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啊 再说我能和他一样的吗 哎 把话又说回来老 救咱们队长 那为人那么讲究 就咱们大伙不去救 你说队长能不去救吗 嘿嘿 老小子 这次啊 你还真说对了 您想想 啊 咱们 还可以打鬼子 又可以救人 这种好事儿 我们干嘛不去啊 咱们待一会儿 等到天黑 咱们就找地方去取枪 队长 咱们上哪去救枪 我告诉你啊 去保安团 去保安团 那能行吗 向咱们团长要枪 刚才老魏大哥说了 他们已经 打探好了 刘露 现在已经控制了保安团 邓团长 已经被软禁起来了 我就想趁这个时候 杀回保安团 然后去抢 我怎么听出 有点抢的意思啊 这可不行啊 那儿全是咱们的弟兄们 这万一要让弟兄们认出来 那可麻烦了 是啊队长 万一要是让人被认出来 那真的麻烦了 哼 我就是想让他们认出来 从今以后 我们双龙队 明人不做暗示 队长 你说干啥去 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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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我一个呗 队长 队长 还去打劫啊 上回打劫 你没做了命 你咋不长记性的你啊 我都想好了 我都想好了 这次去啊 我有九成把握 你们可以不去啊 等我把枪拿回来 反正没你们的份儿 你们要是想去呢 你们就可以把手举起来 队长 我去 队长 我也去 我也去 还有我 我也去 怎么样 扛不住了吧 我跟你们说啊 用不了那么多人 老张啊 你啊 还是和你这几个东北军的兄弟们 给咱们的新家好好打扫打扫 这回这趟差事啊 交给我们山上的兄弟了 哈哈哈哈 博盛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队长 是有点冒险 不过队长说的也对 毕竟咱们对那熟啊 去也行 但是啊 必须咱们东北军的去 咱们来着 老张啊 你终于说对了 只有我们对那熟 我们几个必须去 本小子 哎 这次啊 你就别去了 好好在家看家 照顾好嫂子 队长 那嫂子 那现在身体都好利索了 干几活来 那贼麻料 队长 你就带我去呗 儿鸟子 听我的 还是让我们熟悉的人去 你 是啊 儿鸟子 那好吧 队长 你要是下次不带我去的话 那我可撂条子不干了 你还闹情绪呢 下次也不带你去 队长 别 还是带我去吧 好 就等下次 去 好好照顾嫂子 去吧 走 我回来给你带肘子肉啊 来 兄弟们 我们研究一下 客官 受取得下来 你也不肯定是带肘子就会 好了,送禮物 品牌 我的女孩 在此,在此,在此 祈福的女孩 将来在此,在此,在此, 在此,在此,在此, 在此,在此,在此, 是的,很棒 是一件意味深的 改善我重新的意を 表明 在此 有新的信息嗎 你們的父親已經 已經是我的大日本人 我可以看到你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相信我 你不明白 但是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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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要你 我不是想要你 好 我就是 我就是中国人的 有名的 帝国的公園 我就是 强命富贵 素晴 这 这没水真是咱们的地方 说不定碰见自己的兄弟啊 看样子 已经换成流露的人了 是啊 跟咱们在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走 过去看看 枪哪儿呢 什么枪 我这儿有 你哪有枪啊 走 听说这两天要打龙洞山 有这回事吗 我听说那土匪 个儿枪刀挺好 叫什么管职 咱打他干啥 那也不怕 说是义军给他们提供大炮 咱骂他干嘛 我还是有点胆小 行了行了 睡觉睡觉 别动 别动打死 别动 你这要是一开枪 我们那人可就听见了 枪在我手套里 我就是开枪也听不见 也没有声音 我说 这不就有枪了吗 老兄 留个纪念 好安饶命 好安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 今天来 就是想借你们的枪用用 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再干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双龙队 绝不轻饶 我今天来 不想要你们的命 只是想给你们个警告 因为 你们都是自家兄弟 往后 要是哪个人 胆敢死心塌地的 跟着小鬼子干 祸害老百姓 让我撞见 我就让他去见阎王 你们都听见了吗 听了 听了 为了让你们 和你们的头有个交代 你们自己把自己绑上 兄弟们 拿好枪 戴好衣服 我们撤 走 头儿 我们还绑啊 你他妈傻啊 还不快绑 实在是石榴不吉 石榴不吉呀 城市不走 白事有余 嗨 我错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双龙队 我怀疑双龙 警官长 我请求 立即调集兵力 攻打龙胜山 这次 你能保证 把他的人头拿来 去吧 去吧 可怀疑 双龙队 太好了 怎么这么做啊 嫂子 你看看 都不许动啊 想不想要抢了 告诉你们啊 现在是只许看 不许摸 今天真是精彩啊 一开始我还纳闷 这今天这么些人 就带了我这一把枪 他哪来的枪啊 结果人家倒好 一进屋 别动 谁动打死谁 你们是没看到啊 队长用的就是这根小木棍 往手套里这么一查 别动谁动打死他 哎呦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阿姚老 就咱们今天这队长 这个打击比上回那可快多了 我跟你讲 人家不用手 就跟脚那么一勾 嗨 到位了 对 整个一勾手套白了啊 下次我也这样 哎 你可不能瞎这样 这招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啊 哎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人是活的 招是死的 你们一定要活血活用 往后 与这种事啊 还多着呢 对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得整出点绝对了 哎 上次 你们是不知道 我们跟着队长 那去打劫那个 打劫谁来着 你瞅你那脑袋 就刘路他爹 还刘路 刘路他爹呢 对 就打劫刘路他爹的时候 队长就这样 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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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俩字 不 就俩字 那点要吓得他们呢 那是乖乖掏出好几百块大洋的 您别说 二尿子这次说的可是真的 那天我也在场 是不是 嫂子都说是真的了 别说 跟着咱队长干还真在急 队长 下一步咱该干啥了 下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詞曲 杨栋梁 生命是如此的不朽于神圣 满地的红穴去如何抗争 展开了无情的坚韧和永恒 白雪白啊白 红雪红啊红 满满长夜践踏着你美丽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红雪却更红 多辣辣的鱼把剪刀伸伸着心中 白雪白啊白 红雪红啊红 滑下尊颜注就着你不去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红雪却更红 铁骨阵阵的浩瀚是永生的英雄 铁骨阵阵的浩瀚是永生的英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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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